那今天呢来给大家叨叨一下 枝子花的一个养护啊 枝子花呢 现在目前市面上分为两个派系吧 一个是南派 一个是北派 北派以河北昌黎这种 单杆如科香水棒棒糖 这种沙土的为代表 南方那边呢就是 大叶牡丹枝子花 它们的区别也很简单 就是叶子的大小 还有开花的大小 南方那边的那个 大花的那个呢 它就是 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在咱们行业里面叫做惰性花 它就长得相对来说要慢一点 这个呢就更加适合 大家去盆栽的一个养护了 而南方的那种大叶牡丹枝子花呢 在南方地栽啊 真的是无敌的存在 一样的又大翠绿翠绿的 像好多的话 我说老花艺 你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我跟你说 我就是养不好 这个枝子花 其实它们的养护方法都一样 首先第一点 光照一定要给周 枝子花是不怕晒的 有晒不死的枝子和茉莉 这一说 第二个点呢 浇水啊 浇水呢 它有一个水枝子 这一说 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一定要有光照 它这个养花 它是有大小排序的 你看光水土气肥 它是排着来的 你没有光照 你浇那么多水 它肯定烂根 如果光照很好的话 你像咱这本枝子花 现在如果说 在山东室外的盆栽 一天可能要浇两遍的水 因为现在气温达到30度 所以说情况不一样 好多话说 老花艺 我家里边没有光照 没有光照 就甭提枝子花这个事了 您是养也养不明白的 好吧 说到这个土啊 你可以看到 像南方人用泥土 养得照样背后 有话说 整不明白 为什么人家用泥土 能养得好 我养得就不行 您要了解 这么一个事 它的这个根系 不仅仅是长到盆里边的 你像南方那边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它的根系 都已经长到地里面去了 有话说 那长到地里边 也是粘土 人家长得还这么好 它就不一样了 它地里面 它是有空气的 它并不是说 那种特别板结的 它有小蚯蚓 小蚂蚁 小虫子 还有一些小微生物 这个土壤里面 它是不怎么缺乏氧气的 所以说好多的花友 就是用了个瓶 再用那些泥土 它就很致命了 所以跟花友们 不止一次的说 养花这个根系 一定要保持一个排水透气 这种花也是 略干一点 记得浇水 焊过头了以后 它也会片片的黄 花苞也会打不开 就会黄掉了 所以说要注意这个点 用土这一块 用盆 一定要保证一个排水透气 关于这个温度这一块 你像这种小孩子 在安徽地区 也有做绿化带的 就零下五度左右 它地灾的话 也能扛得过去 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地灾 是光做好 如果是大家盆栽的话 零度就可能冻死了 所以说耐寒能力 还是比较一般的 比南方的大叶牡丹 这只要稍微好 那么一溜溜 通风一定要好 不止一次的说 你要吃的话 它是特别爱长枝野 你像他们在基地也好 在棚里面养护的时候也好 空气时候很高 根系长得很哇塞 浇水水肥的管理都很得当 它叶子会长得很多 那到了咱们家里面 就开始黄叶子落叶子 这属于一个阶段性 适应性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你说到以后 叶子很多很密 你就适当地剪一剪 因为上面有很多花苞 要不然的话就打不开了 所以说这个点 要稍微盖它一下 最后一点说到用肥 其实制止滑最好的一个肥料 就是粪口里面的粪水 如果说没有的话 有个叫繁肥水 繁肥水也同样是一个 发酵的产物 因为它更适合家庭园艺的 盆栽的话 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养的 下期的时候给大家叨叨一下 它们的一个修剪 还有换盆换土 给大家再实战的操作一下 一边关于这类花的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做得不错 先点个赞 我是乐花1 养花最容易 拜拜 啊 hehehe hehey